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得很生动 首先呢 也是在笔上调白色 白色不要调的太多 也不要调的太浓 如果调的太多 这个画出来的牡丹花 它就是粉气太重了 粉白 这个质感它是没那么好 就是发白 所以的话 调白色的时候 要调小量 少量的就可以了 调了白色之后 也是在笔头上调大红色 调的时候 我们感觉一下 这个颜色 这个水分 它在笔里面的感觉 有时候如果你的笔水分太少的时候 这个笔上的这个毛 它就会乱七八糟的 所以的话 可以补充一点点水 让它达到一种颜色和水分比较饱和的一种状态 画出来的感觉就会很好 调了大红之后 在笔尖上调一点点薯红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它就过度的非常的明显 画一朵正规的 朝上的 开放的牡丹 怎么样去画 也是 首先呢 从那朵花 最近的那个花瓣开始画 与我们最近的 也是最主要的花瓣 首先是画一笔大的花瓣 然后 在旁边 再画一个小的花瓣 再在旁边 再画一点 画花瓣的时候 也是一组一组的去画 如果不是一组一组的去画的时候 就 那一朵花 就会显得很明显 没有主刺之分 一朵花里面 它的花瓣也是要分主刺 所以 我们先把这个主要的前面的花瓣 把这一组画了 然后 再次把旁边的花瓣把它画了 旁边的花瓣 有的时候 这一组花瓣里面 它有的地方挡住了 或者是有的地方 多加一点点 这个都没有关系 画的过程当中 保持以上的颜色和水分 它这种饱和的状态 同时呢 也要注意这个花形 它的结构 花瓣与花瓣之间 最花瓣的大小搭配 这种圈叉关系 我们现在画的这个是一朵花前半部分 明后的话 现在可以画后面 这一个部分 后半部分的花瓣 好 这一组花瓣就是一朵花的后部分的 中间这个留白的地方 其实就是一朵花里面 花心的部分 花心的部分呢 花心的部分呢 我们画的时候 笔上的颜色稍微调重一点 调重一点 它把这个层次和空间感 就把它拉开了 这个形状的变化 形状的变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你这个牡丹它的形状画得不好的话 看起来它就会显得有的脸呆吧 就是修整的 比较美的时候看起来 这一朵牡丹花 它就把它的这种生动的感觉 灵动的感觉就画出来了 好 一朵 这个正规开放的牡丹 基本上 画的方法 笔法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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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